大家晚安 我是Lucy 课本上读过呢 就是一辅二路三猛甲 如果这个想要了解猛甲 可以看我们之前剥皮聊的那一集 好帮我放一下连结 那因为这个关系 好像大家就觉得 我认识他 我听过他 我知道他 你不外乎会想到 像是庙宇啦 或是老街 好 这个道地的小吃等等 可是当你想到这些地方的时候 不该是一个框架 就是他就是那个样子 我知道了 每一次去到这些地方呢 其实他们都在变化当中 都在进步当中 你应该要一次一次去发现 他的不一样的地方 他心意的地方 创新的地方 在哪里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一位呢 他来自彰化县鹿港镇 那他们是由一群年轻的在地人 共同组成了一个单位 叫做 鲁钢银娜 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创办人张敬业 敬业你好 Hi Lucy 好 各位照顾观众朋友大家好 Hello 敬业您是鲁钢郎吗 是 是 好 今天会有很多台语表现的部分 ok ok 没问题 那因为您有说过就是这个 鲁钢这个地方呢 就是你曾经有离开过一段时间 就我们刚刚私底下聊的时候 所以在沟通上即便是讲台语 都还没有办法到这么的道地 如果我今天想了解鲁钢Q 嗯 我要怎么样秒辨鹿港人呢 有几个 有几个比较特别的发音啊 譬如说 譬如说 你说一般人会说 你要去哪里要怎么讲 你买去哪里 这句话我会 你买去哪里嘛 如果鲁钢人在讲就是 你买去哪里 你买去哪里 那因为我为什么一直 我也会都举这个例子 是因为我们在初一念书的时候啊 其实都会被其他同学嘲笑 嗯 因为说 诶 六甲人要打 一直跟你说 就是有点嘲弄 那以前会被这样子 大部分人嘲笑 觉得 不要讲台语好了 不要讲台语好了 不然说 或是跟大家讲一样的枪这样子 是 所以慢慢的 这个自己的 自己的枪其实就 慢慢的就 不见了 可是它却是一个特色 真的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关系 我有上网看一下 哦 原来有一个特殊的鹿港枪 我们的团友呢 我觉得 我们的预告贴文 大家回复的也都还蛮 呃 应该说算是了解 您帮我听听看哦 就吃的跟不是吃的 我觉得是一比一耶 有人会想到尖堆 哦 尖得 尖 尖得 尖得是 尖得就是尖堆 就是它是一个 面皮 呃 一个 有点像 一种饼啦 哦 一种饼这样 为什么我们环岛见面会的时候 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呢 哈哈 这个是端午节才会 哦 端午节 所以他们说端午节你们不是吃粽子 也吃粽子 但是特别是吃那个煎得 煎得 嗯 然后还有像是面线糊 嗯 藕桂 然后虾喉 虾喉蛮多人提到的哦 嗯嗯嗯嗯嗯嗯 黑糕 那黑糕其实是 鹿岗也比较才吃得到的一种 呃 不能讲小吃 它就是一种配菜这样子 对 咸咸的 它是比较道地的 因为好像别的地方少见了 嗯嗯嗯嗯 OK 我想说 嗯这个虾喉 是不是应该印上我们的T恤 因为它很特别 哈哈哈哈 好 还有像是包子 哦 包子当然 可是包子应该算是一个 行销的结果啦 好 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我刚刚学会的 肉茴 啊对对对 朋友们知道肉茴是什么吗 只要你到鹿岗说你要是肉茴 你就不会被人家以为你是北部人了 嗯嗯嗯 那肉茴其实就是这个 我们一般人在说的肉丸 嗯 肉丸 那肉丸那种就是 外面有那个QQ的皮里面包肉这样子 但是那个 但是鹿岗人认知的这个肉丸 就是大家在讲的那个 肉丸啊 比较是像贡丸 贡丸 肉丸这样子 对 6天就说肉茴 肉茴 好这个是专业的表现 你到当地去你讲这个 真的是就是已经入境随俗了 还有像是面茶 好这些吃的大家都很厉害了好不好 好那另外呢像是 葫芦问博系 葫芦问 虎罗门 虎罗门其实是一种桌游啦 现在的讲法叫桌游 桌游 好还有像是大家会提到的摩乳像啦 或是妈祖庙 像是木工一些刀具 爆刀等等的 拷刀 对 好好再来 罗大佑 这个刚刚跟Lucy聊天就是说 一秒惹陆 陆港人就是 你都跟人 不然你唱一下陆港小镇来听一下 还真的是就是有这一首宣传曲耶 是啊是啊 就是这个当然是90年代的时候 大家对于一个 对于一个 台湾偏僻小镇的一个想象 当然听说罗大佑在写这个歌的时候 其实不一定来 好像没有来过陆港 对 好那因为您有离开过 因为求学一段时间 再回到陆港 当时候如果有人问到 你陆港人耶 跟我们介绍一下 那你自己呢 你会马上瞄想到什么 我一定会介绍大家去龙山寺 对 好那讲到陆港很多的寺庙 这边团友就问到了 金秋是什么 后面这个闪闪发光的又是什么呢 那金秋艺术节 其实是我们从2015年 在那个 在龙山寺发起的一个艺术节 那为什么都在秋天 是因为我们觉得 秋天的陆港是最舒服的 对对对 那金秋当然也是满有记忆点 大家说金秋金秋 对对 我其实没有这样子的联想 我还想哇金秋听起来好诗意啊 就是你平常是没有你说台语 如果你说台语的话 一定会联想到金秋 金秋 好那因为大家只看到这个 闪闪发光的金色 有注意到上面写着什么样的字吗 应该看得清楚吧 末金纳梦 这是你陆丁纳梦 陆丁纳梦 先解释冠定的陆丁好 陆丁其实陆 这个洛跟陆港的陆台语是同音 陆那金其实是港口 陆丁就是陆港 是 是以前的文人雅是他们觉得 陆港应该有个比较漂亮的名称 所以取了洛金这样子 哇哦 对但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地名 对对 陆丁纳梦 那那个纳梦就是说 我们其实今年 这是我们今年的策展主题 那纳梦的意思是我们在这两年 其实我们19年的时候停下来嘛 停下来没有办艺术节 然后休息了三年 那这三年其实我们在想 然后又遇到COVID-19 然后我们就在想说大家接下来 国门要开放了很多人 我们开始说后疫情时代 大家在思考未来是什么 未来的世界 未来的地方应该是什么 那我们就想说 我们不要 我们本来想说 我们来讨论一个叫未来的地方 地方的未来这样子 这种很硬很无聊的题目 我以为你要说 这个题目蛮好的很前卫 题目当然很前卫 可是就是很无聊 就是很像研讨会的题目 对啊 可是因为艺术节 其实它还是有它的弹性 跟柔软的一面 但是我们就希望 大家对这个艺术节有想像力 所以我们就找了说 洛丁是一个 好像存在又好像不存在的地名 因为它不是正式的用法 对 然后那帮的意思就是说 好弱梦 像梦境一样 或者是大家的梦想这样子 那因为我们在 今年的田野调查当中 我们其实也发现 很多的在大街上 很多店家 其实他们都在不同的时期 来到鹿港 追求自己的鹿港梦 很多都是一甲子吧 好几年 超过都是百年以上的 当然也有近30年40年 来到鹿港的 可能在台湾的其他乡镇 来到鹿港的 那我觉得这也很好 是因为鹿港是一个 好享受的地方 所以大家会 大家会来到鹿港街上 去讨真火 然后在这边 就是在中山路 在大街上站这间立足 好这是艺术节的部分 目前是会到这个10月9号 好我们待会会再深聊一下 那回到我们的这个鹿港一纳 你说站一间一间公司 那这个鹿港一纳 是什么时候创立的呢 又有多少伙伴了 我们是2012年的时候回来的 回来到鹿港 那回来十年了 十年了 刚好第十年 对对对 所以刚回来的时候其实是 就是就开公司 但是刚刚回来 其实并没有太 太着重在经营上面 就开始在办很多活动 认识地方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伙伴大概 我们现在伙伴的事业 就是除了公司之外 有食堂 有酒吧 有民宿 有一个手作品牌 那这些品牌加起来 我们政治市的员工 大概有13位 13位 对对对 大家在各种不一样的领域上面 那算是哪一个单位先 算是由您发起 就是公司成立之外 第一个计划是什么 你刚刚讲到这么多 食堂啦 酒吧啦 或是圣步计划等等的 哪一个计划是最先开始的 最先开始 其实我再拉前面一点讲 其实艺术节跟我们后续成立 这些伙伴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艺术节 15年的时候做完艺术节 然后觉得大家都很热血 所以隔一年又办 16年又继续办 但是办了之后我们就想要说 等一下 是 团友说创办人讲台语很好听啊 你等一下那一段有办法全台语吗 都台语好了 我去看看 然后有人提到鹿港枪跟澎湖枪很像 稍微看这间 因为他同样都是专业的疑民 哦 也是喔 所以创办人讲这间 再来就是说大家都开边 所以开口创 可是开边这边我刚刚有想到耶 全台湾都开边只有南投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对 但是因为 因为早期就是专业人都在港口那里 站着 所以早期不是大家都听全张械斗嘛 嗯 全张械斗 械斗完之后 那个江湖人 往台湾的内陆去了 是 所以说全张械斗的人其实比较多 在他拖去嘛 嗯 全张械人比较多都在港口 或是说就是河港的所在 哦 我仿佛来到龙山寺 我现在在听这个讲古的故事 对对对 所以说你说全张械人都在海口、港口 所以大部分你说六甘斗的人 就是说听他的窘口就知道 差不多十多人 哦 骗不了人啊 对 没法便 比如说有一次我去三甲 三甲其实也是专业 哦是吗 因为上一次三脚泳 那个我们的理事长来说 他不是讲台语 所以没有办法去分辨这个 但其实是会有一点相似的嘛 会有 好我们回到 好我们回到六甘一纳好 最早2015年的时候 因为15年的时候 我们15年16年继续班嘛 参业继续班 那继续班之后我们想说 这样每次班之后 那个外甘继续大家就参与了 那是不是想说我们在外甘继续之后 我们可以生理一些事业 开创一种不一样的事业 那是不是可以把年轻人留下来 所以第一个我们开始就是说 一六年之后我们就是用那个闲置空间 去成立一间六甘第一间酒吧 叫做盛丰坝 哦 鹿港第一间 第一间酒吧 好朋友们 我们等一下不会上字幕 要求讲台语是你们要求的 哈哈哈哈 不应该听得吾然 因为我们台语生也没说很困难 好第一间酒吧 天啊这是一个很新潮的做法 当地人接受吗 这就是 是怎样会拖到 16年才开始 16、17年才开始 去酒吧新闻 在地的民放选保守啦 是 保守的民放选下 所以必须要有很多的沟通 对 大家对酒吧的误会是什么 你到时候有没有做一些调查 为什么不行 或者是大家的心声是什么 其实这来说就是说 我们盛丰坝的创办人聚会 他们算他们家族都在地 所以当然是 你做什么事情都会有 长辈或是朋友来关心 对 但是 但是因为 我们这几年 我们渐渐有越来越多的少年级 越来越多的 各家像说 观光哪来哪开放哪来哪多人 去参加到外面的 参加到不一样的参加到时 你就这个酒吧 大家对不一样的事情 发生在六港 它的接受度就变更了 是 如果今天 当然不全然是说 因为一间酒吧我就要去鹿港 可是 当你曾经来过鹿港 然后后来你下一次再来的时候 你发现 晚上我多了一个选择 那好像也是蛮棒的 对 尤其这间酒吧是 六港第一间 再来就是这间酒吧是 老板他们家的房子 祖先留下来的资产 所以他继续用酒吧经营 这间房子可以继续搓下去 是 他可能可以比方营业到十点 喔 营业到你想要 你想要人家温暖 他就不会你温暖 这么 表定12点 表定12点 好 这个是艺术节之后 有一个酒吧 对 那再来呢 再来就是过程年我们有这个三先生 三先生是一个胜部计划 对 因为我们艺术节要做那些酒瓶産品嘛 所以透过这些春暴 结果要找到这条路线 找到这条路线 就是说这些服装设计的少年鸡 他回到鹿港的时候 找不到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用胜部计划跟他合作 因为您刚刚说鹿港是一个好探柿吗 好探柿的素材 那为什么会就还是会有回来却不知道要做什么 当然这是台宝 不要说回来还是留在堂市 其实也很多少年不知道在做什么 是 对啊 但是这些说我们大家到团 比如说透过艺术节有一段目标 作会做 这个目标 艺术节结束之后 这个目标又继续 要怎么延续 所以成立事业 还要继续去找 在这儿在地要怎么继续生产 哪来哪去 透过这些传播剂位 哪来哪去人说 我们一个服装设计的设计师 他能透过这些剂位 继续生产不一样的营业项目 所以后来他又有 譬如说他又有用 外档机子做这个包包 所以越来越多东西可以发挥 是 这个把老东西变新 或是加入一点创意 我觉得这个在今天我们创办人的口罩上面 我就发现 这个光看得到吗 他的那个口罩一直吸引我的关注 就是我们旧屋 老屋里面的那个塘亚盆上面的花色 就是那个窗花 对窗花真的很好看 这有点害羞 有点 好 这个圣步计划 好 是一个 那这等一下我们先讲到这个 艺术节 酒吧 圣步计划 这个一步一步是怎么观察 哦 我现在下一步我想做什么 嗯 最重要的其实要做一个key person 我们如果是做一个key person的时候 他有想要做 我们就可以拿不一样的材料来推刷 哦哦哦 那如果没有做这个人 其实我们要推刷也不适合了 哦 那所以接下来这个合伙食堂 是遇到了厨师吗 啊 也没有说做一个厨师 但是是因为大家爱吃 爱吃 可是楼杠不乏吃的 楼杠好多吃的 但是我们就想说 是不是有一个自己的地方 你可以偷渡噓给自己的合作 对 某些地方的人 如果突然就不能开餐厅 所以这一步就是现在炒餐厅 但是我们的女 server 没有一个是餐饮 wasting 但是他们卖吃的 是 這很好吃 我覺得對 因為鹿港這麼多好吃的東西 應該嘴巴很刁 是 鹿港人 你要鹿港開店 尤其是開餐營業 其實是不太簡單 但是我們就慢慢吃了 因為我們是一個團隊 所以譬如說 我們就去抓說 鹿港就是宵夜最多 還有大餐廳 中間家庭室的用餐環境其實比較少 所以我們就從這個切入店進去 是 那你剛剛講到了 鹿港這麼多好吃的 所以在這邊要立足 你要有兩把刷子 那其實我去那邊 根本就不用看Google地表的評價 我隨便吃 我覺得我不踩雷 當然 你如果說鹿港的老闆可以站得住 就是說在我們的市場裡面 站得住基本上都OK 好 團友問我說 口罩可以團購嗎 這個是有辦法取得的嗎 還是我去藝術節我可以拿到 這個是我們朋友做的 但我沒有業配 但大家可以找 我忘記它的品牌 反正它也是鹿港的廠商這樣子 好 之後我們請創判人再推薦給我們好了 好 再PO連結好了 好 這次算是目前 樓剛因納的整體計畫的 像是最後一個了嗎 還有 還是未來還有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是去年我們 因為去年我們食堂 從一代店搬到現在的二代店 然後剛好樓上又有兩層樓 我們就想說不然一起做民宿好了 是 對 所以我們還有一間民宿 這個民宿的名字很特別 很難念的 叫做 當高那個名 那個字唸高 高 東高些名 它有一個古意祝福的意思嗎 不是 東高的意思是因為我們 我們的食堂跟民宿的位置 在六港上最東邊 我們在東邊這個聚落 叫做牛須頭 牛須頭裡面有一個 就是東方土地公 跟舒服桑榮在這個地方 叫金人公 金人公裡面有一個白便 叫做當高福地 這個可以講得很細耶 所以民宿就在東邊的這個地方 對 就是在古代鹿港聚落發展的 最東邊的位置 對 好 這也是一個 樓剛一娜的計畫之內 那這些人就是像您講的 key person 他們都各自其實有自己的專長 只是他回到這裡來 他不曉得我可以怎麼開始 其實我們現在 在夥伴大家在做的 不一定是原來的專業 但是因為我跟我們修徒說 我跟我們修徒做會創業 我們修徒說就故意說 我們這人人 很多人因為工作到什麼時候去生活 但我們這人人是因為 因為要留在樓剛生活 才做現在的工作 所以要到樓剛一娜來面試的時候 先看身分證 沒有 是不是樓剛人 這個不能有地區的歧視 不行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你想要回到自己的家鄉 可是當你不知道該怎麼做的時候 其實可以找我們香港的 不管你是不是六港人 其實我們現在也有在做一堆青年 返鄉的這種輔導諮詢 所以如果你有想法 你也可以來我們的粉絲預約時間 我們可以來討論 是 那你覺得 我要讓這一群夥伴們留下來 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說 大家要有共同的目標 你知道就是說團隊跟團體的差別嗎 團隊就是 團體就是一群人 是 團隊就是一群有共同目標的人 有共同目標的一群人 也就是團體 是 團隊啦 對 那這個團隊 在這一次的藝術節 我覺得大家都是 怎麼講呢 就是拿出自己的專長來發揮了 這一次的藝術節 其實從中秋節就開始了 然後到這個10月9號 每一年 今年是第幾屆 今年算第六屆 第六屆 之前是2015年期每年舉辦 然後2020跟2021是暫停一次 但不全然是因為疫情 對 不是因為疫情 主要是因為 因為我們覺得 在那個19年的我們其實 整個事業的體質並沒有很健全 所以決定說要先休息一下 要把自己的事業的體質 條件好 最重要的事業的體質是什麼 就是你的生意的能力 你的生意的能力有夠好的時候 你靠空真的在地上騎去 是 提供有夠專業的服務 還是說你的產品有夠專業 是 產品力 對 好 因為團友說 可以一條龍了 有住有吃有喝酒 如果創辦人要當導遊 陸港兩天一夜 就會很好玩 就會玩不玩 還是玩不玩 創辦人今天很忙 因為正值這個藝術節期間 還來到我們台灣新史 剛剛那個團友我覺得是 他還蠻有聯想地的 因為他說剛剛那個 東高些年 就等於是睡在福地 是 沒錯 很厲害耶 這個聯想 你不是裝腳吧 你真的很厲害 好 那過往的藝術節 還有什麼樣的不同的主題 跟這個想要告訴大家的 過去還辦過什麼樣的 還有很多街區策展 其實我們今年就延續街區策展 這樣的概念 整個街區策展 主要的展場會在我們的大街上面 就是我們就像中山樓的館長 所以今年我們街區策展裡面 有一個單元叫做街道博物館 是 對 過那裡的博物館 街道博物館 今年我們就是找10間的那個 樓上的店家 它真的是一間博物館嗎 它就是散落在街道上各個店家 每一個店家都是一個 一個博物館這樣子 因為每一個店家就像您講的 漆家有一段時間了 對 好 這是今年嘛 那之前的 之前的都會比較像 其實就是這些展覽 或者是透過藝術的策展 讓大家走入那個空間裡面 走入那個空間裡面 我就想到 有一個很特別的創舉是 算是樓剛欣那第一次在 龍山寺的廟墊就延起戲了這樣嗎 嗯 其實算是把劇場 比較當代的劇場的元素 在這邊去表現 嗯 對 那以往在龍山寺 都是傳統的戲劇 嗯 比較多 但是我們也是透過 透過不同的 一些表演的方式 和這個地方有不同的發揮 跟想像力 是 對 我們有一個 一個叫做 行為定義空間 行為定義空間 所以比如說在這裡看表演 這裡就是局長嘛 比如說在這裡我們來做宗教的活動 就是一個寺廟 也是 我們這邊讀書這邊就是選校 是 大概是這樣子的概念 好 那在這一次藝術節當中 你覺得 你講了嘛 修了兩年這一次 想要好好的做一次 調整好團隊們的體質 你覺得 那這一次的籌備過程當中 有沒有你最印象深刻的部分 或者是你覺得 每一次的藝術節 我都要克服的是什麼 今年跟特別是說 我們今年邀請到日本的歌手來到台灣 因為現在目前還要疫情期間 所以你要邀請到國外的表演者 來台灣是不太簡單的事情 所以在我們差不多在 entr 本來當初就開始找 問問他時間可以 還要來找工作證 還要防疫的規定一大堆 是 然後到這裡 到台灣 還要再關於三天 還要四天的觀察 所以這就是 很長的期間 這個籌備期反而拉長了 拉長了 甚至你要關心的東西 變得這麼快的 對對對 因為包括每一個 比方主獎人的健康狀況 或是各方面 只要有需要停 可能一停就是三天七天 對 譬如說我們這禮拜的論壇 這禮拜的論壇 在玉許公的廟口 我們有其中一位 剛才他的確診 但是確診沒有 我們可以透過的線上 所以變成 專做線上來去表現的時候 就有技術上的困難 也是 但就也可惜 我們今天差一點也變線上 好不好 對 因為真的太忙碌 在藝術節期間 真的要這樣子難來北往的 也是很辛苦 但是線上的話 真的太可惜 因為 我想 鹿港還是一個有味道 有底蜜 有人情味 所以如果變成是線上的話 會比較不好去表達 對 尤其是我們這個禮拜天下午 在玉許公前面的這個論壇 我們在談的是 創造性人才流香這件事情 創造性人才當中 我們其實找了四位表演藝術家 他們都是做表演的 然後來做分享 其實包括我們的創案人 也是一位表演者喔 是 我就是今年開幕的時候 有參與到那個動校的表演 甚至還為這個 其實在錄金阿夢 寫一首歌 對 這個有興趣的團友 一定要去搜尋來欣賞一下 但是今天他沒有要唱的意思 是比較可惜 對 好 剛剛的那個講的是 這個禮拜的座談嗎 對 禮拜天下午 一點在鹿港的玉許公 是 的金秋論壇 金秋論壇 其實更詳細的活動資訊 我自己手上是有一張DM 好 可是我們團友如果想知道的話 可以怎麼搜尋 也在告金秋藝術節粉絲頁 金秋藝術節粉絲頁 我們也置頂的 這禮拜的活動 是 好 因為這個非常的詳細 而且拿到這一張 我們的創辦人說 會閃瞎大家的眼睛 我們不只海報閃瞎 我們DM都要閃瞎 這個就是金紙的概念 我們的海報是真的用金紙去做 這也是一樣的視覺概念 延伸到這個DM上面 好 這個雖然不是每年三年一次 等下一次的時候 真的很難超越 這個海報的設計者會很頭痛 所以我們大家要繼續進步 對對對 而且剛剛私底下的聊是 就是只有鹿港撐得起 像金紙這樣的材質 對 這是我們跟 我最近就合作的這個設計師 高雄的羊腳視覺的周宇衛 然後他跟我們分享說 他覺得這樣子的做法 整台灣沒有整個地方 我都處理 對 就是不夠老 不夠有故事 跟他的文化跟宗教性 沒有連結那麼深 很難說金紙放大 大家馬上連結得到 是 那這一次的藝術節 有沒有一些就是走讀或導讀的活動 因為團友問說想要去 可是會有導覽嗎 我們每一個星期六、星期日的部份 都有固定的 在鹿港隔壁店都有固定的導覽 所以大家可以去報名 我們在Accupagus館店都有開團 真的很溜耶 隔壁店 今天我特別的在練習我的聽力 好 那藝術節 對於當地的店家 地方的居民朋友們 他們的回饋又是怎麼樣 每年都很期待秋天 真秋真秋 因為應該說其實我們近年就因為 那個葵仔店的部份這個合作 所以跟店家在在 半年之前我們就開始做很多的 調查、訪問 甚至到後期我們在竹電的時候 這都是有很密切的合作 所以可以了解店家的故事 甚至說客店家 他願意講他自己的故事 還有就是說 除了這10間的 葵仔店的部份 10間店家以外 我們藝術節都還有友善環境店家 喔 對 對 我們的六甲英仔 其實有拍幾支影片 是在講環保的 比方我們自備環保盒餐具、杯子 這個店家是很共襄盛舉的嘛 是 所以說譬如說 我們就是希望說 我們透過這張商圈型的活動 大家來六甲消費 但是我跟大家介紹去說 你要去內用空間 你要去幫你傳餐具 會去店家 你只要透過行為 行為的改變去改變了環境 真的 我下次去買肉回 我就拿我自己的保鮮盒 我要兩顆 對 自己去找也可以 或是說去內用的店家 去消費 你也不用改變你的習慣 你就去消費 你就自然不賣相外帶的垃圾 好 那自己有分享到 秋天是一個很舒服的季節 那你覺得鹿港哪裡的風景是最好看的 哦 當然首選當然是龍山寺啊 你也要看文化 還是說看風景最明顯 我覺得今天是龍山寺 如果要看自然或鹿港的海邊的話 我推薦在張濱工業區南堤啊 南堤 南堤有一個小小的漁港這樣子 這是可以在地標上面Google 地標找得到 但是這是我的秘境 所以不會太詳細 就難題給你一個 真的是難題耶 我不知道在哪裡 對對對 但是這個地方其實我覺得很漂亮 那是我們一個攝影前輩給我推薦的 我們這個攝影前輩叫做龔顯森 他也是拍攝近三四十年 鹿港的一些人文風景的 然後有一次就把我帶去那個旁邊 我們驚為天人 我就覺得這邊真的是秘境 怎麼會有這些地方 然後我們台灣你好的團友 跟我們台灣你好居然沒有PO過呢 好 我們會列入這個小小的 我要後續分享那個照片給你你就知道啊 傳送們給我照片 好 其實辦藝術節呢 它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來源 其實不免一定要有經費 那一個藝術節的舉辦 這些經費要怎麼來 又或者是我要怎麼樣養成我們的參與者 他可以透過消費的模式 我來支持這個藝術節 當然是周邊商品是一部分嘛 再來最重要的其實 必須說大部分的經費來源 也是透過這個sponsor 企業贊助 甚至說有政府的補助計畫 我們在當中抓一部分資源 在藝術節當中去發揮 我藝術節最重要的特色就是 我們有做一個叫點點掛戶 點燈 對 點點 掛戶 掛戶是一個 就是說我們大家在開廟 這支條子 掛戶一支條子 掛戶一隻條子 有 我有掛戶過那個是瓦潤 就是屋簷的那個瓦潤 我們用一樣的概念 就是用點點掛戶的方式 你點一個花燈 這算是小額贊助 譬如說我們近年就一顆 花燈6千 你就點的 一瓦潤 落燈 如果忘了金手 就算一瓦潤 你自己要拿名字 這是一種方式 因為如果說大家喜歡 金秋藝術節 可是人家要辦一個活動 是要有人力 要有經費的 所以這些都算是 支持樓家英納 支持藝術節的方式 對 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就是說 店家因為他贊助了 所以他感覺說 這個藝術節 他冒一分 所以我們籌備團隊 我們就不能說 只能扮多年而已 我們就是透過這個 這個社區的這種 連結性更加密切 好 因為現在變成是 這個三年一次了 所以大家如果 對於這個 今年的金秋藝術節 落金納夢有興趣的話 真的在10月9號之前好不好 這個很漂亮的DM 可以在哪裡拿到呢 這個到我們的主展場 我們今年藝術節的主展場 就是在我們的 鹿港的11樓 我們的歷史建築 是 11樓 這個空間可以拿到 還有一間 我們比較主要的展場 都可以拿得到 好 來到我們的鹿港 不要忘了我們的 創辦人講的最美的地方 就是龍山寺 好啦 每一個人喜歡的地方不一樣 偷偷問他待會兒 那個南堤海邊到底在哪裡 那也希望未來有機會 再邀請我們張金燕創辦人 來到我們台灣你好 台灣心事 再聊聊鹿港當地的故事 好不好 謝謝我們創辦人 謝謝大家 大家要來鹿港喔 要考慮一下 ?? 컨這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